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电视剧功勋还在热播 其中连年系列几乎得到了全网一致的好评 很多朋友更建议可以把它单独的剪辑成一部电影播出 我也看了这部电视剧 今天加根一起谈谈我对这部电视剧的一个基本看法 综合大家的评论呢 我认为这部电视剧有三个优点 第一主题集中 人物形象饱满 连年同志1945年参加革命 参加过辽审战役 平津战役 湘西交费等多次军事行动 获得过许多荣誉 但电视剧没有选择一种平铺直续的流水账 而是把故事集中在了 1951年靠美元朝秋季防御作战中 三四六点力高地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当中 这就跟长青湖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长青湖的优点是有场面有制作 体现出我国电影工业达到了一定高度 但是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明确的主题 非常大的缺陷就是没有高潮 整部电影比较平 那连年不一样 六级的篇幅完全没有注水 跌宕起伏让人捏了一把汗 从人物塑造来看 能文能无连年看起来像是一部人物传记篇 但电视剧塑造的不是英雄个人 而是英雄群像 看完以后让人觉得连年这个人固然很了不起 但真正了不起的恰恰是他背后的志愿军集体 或者这么说更合适 电视剧是通过整个连队的英雄 来凸显连年个人的智慧 战士们都这么英雄了 带兵的人能不是英雄吗 第二 重点突出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这些年来对于大制作战争片 比如《红海行动》 《金刚川》 《长津湖》等电影的最大批评 就是这些电影忽略了政治工作 而政治工作恰恰是我军的特点 是我军克敌制身的主要法宝之一 连年弥补了这个缺陷 他向观众再现了我军优秀的政工干部 是怎么把部队塑造成钢铁形势的 尽管这部电视剧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艺术夸张的成分 比方说他里面讲到除奸行动 去刺杀这个投靠美军的台湾特务 这个桥段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艺术夸张 但是整部剧对于政治工作的描写是非常真实的 然而能够深刻的感受到我军为什么能打成仗 第三 战术细节到位 这体现了我军是在用智慧打仗 而不是成皮肤之友 长津湖受到了许多专业人士和军迷朋友的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在于 他为了满足摄影棚录制的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 而采用了夸张的密集冲锋 但连年则形象的展示了我军搬排作战的许多特点 他得到了许多挑剔的专业人士和铁杆军迷发烧友的认可 这是很不容易的 在我看来 归根结底连年最根本的优点 或者说他的优势是 这部电视剧立足于明确的原型 真实的素材 在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上再进行艺术加工 内容自然而然就充实了 去年金刚川上映 我对他最大的批评就是 志愿军那么多鲜活的案例 你不用却瞎编乱造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事情 这能不能各种穿包吗 金刚川不是一个个例 而是这些年来一些商业化 色彩过于浓厚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一种通病 比如电影革命者讲述李大钊的一生 但问题是李大钊的一生其实本来就很丰富多彩 其中有不少内容就可以充当为影视剧的绝佳素材 但这部电影的主创团队却还是胡编乱造 不仅剧情显得非常凌乱 毫无主线 而且从头到尾各种硬伤 事实证明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最忌胡编乱造 想要拍出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 前提就是依据事实 花功夫弄清楚革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讲到这里呢 我想借着谈谈连年的机会 跟大家聊一聊我军革命战争年代的政治工作的一些特点 我们学习政治课 讲辩证法的时候 其中有一条讲到量变到质变规律 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发生质变之类的内容 大家一看这个东西还用学吗 这不就一句废话吗 这我以前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 这就是一句废话呀 这个道理谁不知道还用教吗 更何况黑格尔马克思讲的 质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但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点 大家注意 单从哲学理论上来看 所谓的量变质变规律 好像没有什么深刻之处 但如果你对于对比我军的军事实践 就能发现其中道理了 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 我军是在一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求生存的 这种困难程度是今天任何一部抗战题材影视剧 都没有办法真正展现出来的 我在这里想到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1945年的8月9日我们知道苏金那个时候出兵东北 那么当时的外贝加尔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就在8月15号这天占领了多伦河张北地区 那么就在17号这一天 进查记边区的记查军区郭天明 刘道身部所辖的第12军分区就派出了一支骑兵部队前去与苏金会合 苏金这个时候来了 一看远方来了一标人嘛 有拉大栓的 拿长毛的 背大刀的 苏联人看 什么人 哦 一定是土匪 抱一脚线 但问题是这个是一个误会 但问题是这边我们这边不懂俄文 苏联方面那边不懂中文 双方几里呱啦扯了半天根本没法交流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呢 还好有一个聪明的同志 哎 琴棘之中 唱国际歌 一唱国际歌 哦 对方明白了 原来是你们啊 对此 苏军还很委屈 一位上校参谋就解释出 他说 我们实在没有想到 这些穿着装五花八门 武器长短不一的人 居然是八路军 就因为这件事情 聂荣臻司令员 他专门下达过一道命令 所有与苏军接触的部队 务必注意自己的着装 这个有趣的小插曲 反映出八路军的武器装备 大概是一种什么水平 这在今天的影视剧里 很难反映出来 总之 在生产力条件 极端落后的情况之下 一边要承受日军的扫荡 另一边要承受文军的围堵 这种困难程度 是超出我们今天人想象的 八路军新四军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打击敌人 但现实条件是 根本打不了大规模戒密战 怎么办 1943年的1月份 当时中共北方局发出指示 说今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年份 是反法西斯力量日益增长 法西斯势力开始走向败亡的决战之年 要求华北各军区积极配合 以便准备迎接伟大新时期的到来 为了落实这个指示 近随军区就做出了一个叫做挤敌人的军事部署 什么叫挤敌人呢 内容很简单 我没有能力消灭你 但我可以让你不得安身 一点点把你挤出去 直到1943年7月 不到半年时间 进西北 军民就发动了对日作战711次 毕伤日伪军1300余人 俘虏162人 挤掉敌尾据点50多个 摧毁村庄伪政权827个 又把100多个村庄伪政权争取为两面政权 同时建立了535个抗日政权 我们注意这个数据 大家注意一下 很有趣 作战711次 毕伤日伪军1300余人 俘虏162人 平均一场战斗下来 消灭两个敌人 其实单从战斗本身来讲 实在没啥起演的 想拍个电视剧都没法拍 这与其说是战斗倒不如说是袭扰 但问题是 我们看总量的积累呢 其实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什么是从量变到质变 这不就是典型的 实例吗 我们今天对着空洞的文字 觉得这是废话 但对于当时的干部而言 当时干部在进行理论学习时 就会自觉不自觉的 联想到自己的日常工作 他们会感觉 这个哲学道理讲的就是我们的日常 太有道理了 这些哲学理论其实代表了我军在困难时期 形成的特殊工作方式 我没有能力一口吞掉你 那就话大为小 一口一口吃 不强求某一次打的多漂亮 但求日积月累 达到总量上的积累 这个工作方式一直延续下来 1948年的9月8日到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百坡 召开扩大会议 始成9月会议 毛主席在会议上就提出口号 军队向前进 生产涨一寸 加强纪律性 革命无声 人民解放军要在五年时间内 扩大至五百万人 消灭国民党正规军五百个旅 从根本上达到国民党反动派 五百万人 五百个人 这是一个大指标 他会被拆分细化 分配到各个解放区 再由各个解放区分配到各个纵队那里 层层分配 层层落实 指标下发到每个单位之后 各个单位之间再搞竞赛评比 正当先进集体 争夺流动小红旗 然后大家为了集体荣誉 你追我赶这个热火朝天的景象 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志都不会陌生 我们在革命延长战争期间 也是这个样子 五次战役时 想歼灭美军一个诊时 发现装备差距太大 做不到 根本啃不动 那么等到战线稳定以后 双方进入了阵地对垒时期 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打不了了 怎么办 还是老办法 从两边到之边 积小胜为大胜 各个师之间 师底下各个团之间 再到各个连排之间 相互竞赛 争夺流动小红旗 其实这就是电视剧连年的一个基本历史背景 1952年 志愿军发起冷枪冷炮运动 这个让联合国军烦不胜烦 那么大家就要问了 美国人的武器装备更好 为什么他们不超志愿军的作业 也发起一场冷枪冷炮运动呢 他们没有各级党位 落实不了这样的竞赛评比及时 总之 技术条件不足 那么我们就只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怎么发挥 先从组织上解决问题 党委改组好了 指标就能落实下去 战事的集体荣誉就能动员起来 各个集体之间相互竞赛 就能开展起来 今天的电视剧连年也好 还是当年的老电影上甘岭也罢 都表现出改组党委 成立党支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在困难条件之下 这个工作做完了 新的办法就有了 各个集体之间 你追我感 再大的问题都能解决掉去 以上就是我对电视剧 能文能无连连的一点感想 一句话 这部电视剧表现的 不只是连连个人 而是一个集体 不是英雄个体 而是英雄群像 这是他最感人的地方 而我军之所以能诞生 一个又一个的英雄集体 跟当年在极端困难条件下 形成的工作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想在物质条件 如此恶劣的情况下 生存下去 并打败敌人 就必须最大限度的 发挥人的主观能东西 就必须充分利用好 组织资源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